汪圓圓Number懷孕時 老公按摩送外 汪圓圓日前就出席關注乳癌運動 圓圓必時自己在加拿大的時候 也有學習按摩乳房 也會去醫生檢查 她又坦然覺得中國人比較保守 但因為夫婦情侶之間 發現對方有問題的時候 應該提出 因為正常自己不會檢查自己 而問當老公蔡家綻有沒有幫她檢查 圓圓就很尷尬地說 她…那時候我大肚子 她就有幫我按腳 其他方面她… 其他要生完就沒有 不是 如果我累了我就會按 但是… 那個位置應該不會特別去累 而談到家中兩歲的大女兒 和九個月大的孖兒 圓圓就表示 現在的心情很複雜 我現在兩歲了 兒子就…剛剛九個月了 所以就… 開始懂得拍 那… 那… 那個… 我的心情呢 是很… 很混亂 因為… 一方面很開心 哇…可以拍了 另一方面就是… 哇…周圍拍 然後… 還不懂得叫 還不懂得叫 但是她一哭就會… 咩咩咩咩咩… 咩咩咩… 但是… 我覺得她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然後… 就等於… 而且她是一哭的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